橘子這個角色 你會發現最近大家都在找 包括講說他跟張靖元碰面 是橘子先舉 昨天冠廷在我們節目講說 那是開庭 柯文哲不是傳橘子去坐鎮 而那個坐鎮裡面 那一定是在證詞裡面寫的 那橘子跟隨滬兩個人是進去 看著監視器 為什麼要去看著監視器 冠廷的說法是要看還有沒有人進出 高鴻安跟柯文哲在談事情那個地方 那橘子他是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就回頭去爬梳了一下 因為大家現在都在找橘子的角色 他是隨行列書沒有問題 他從最近這些事情看起來 他的角色應該非常重要 也沒有問題 那他的加持很好 這大概更沒有問題 各位還記得去年11月15 藍白談成了六點協議那天 我又很記得那天是禮拜三 柯文哲主席談完以後 就來我們節目現場專訪 那天在的義父在 在 義中在 在 OK 我們後來回頭去看了所有的畫面 橘子也在 讓你看一下 從下車開始一直到 各位那天是有先遣人先到 我記得許虎他們是先遣人先到 橘子是跟著柯文哲一起來 包括所有的過程 讓你看一下橘子在那天專訪 在哪裡 來 好 OK 這是今天從下車開始一直到棚裡面 所有的那天 所以橘子一定是 對 他就是水星秘書 可是從最近的一些事情看 我只能說他是一個重要的人 可是到底中間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事 還有哪一些是媒體報導的或是跟他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要看後面認證 義父 所以大家現在看起來金流這件事情都要問橘子嗎 是這樣嗎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橘子可以看出來是柯文哲受信任 然後隨行去了很多場 那帳目上面會不會有USB在他手上 可以確定一件事 他應該保管了蠻多東西 你說柯文哲會願意陳寅住的三百萬曝光嗎 還有陳總統曾經說過的橘子去拿的去拿錢 而且那一位坦白說一句好 也是通緝在外 願意公佈嗎 大概都不願意吧 這些人有爭議的人大概都不願意公佈嘛 那不願意公佈 你會找什麼人去拿錢 第一個就是信任的錢 第二個 不會隨便亂講話的人 因為我不想讓大家知道啊 如果今天沒有2022年USB被解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人嗎 應該看不到吧 應該看不到啊 那可以推估橘子 就是知道太多事情 太多事情 你看到這一些沒有不方便曝光的錢 有很多有橘子的身影在 那橘子應該知道 嗯 接觸了多少人 大概拿了多少錢 那會不會他也有一個USB記錄 會不會有他在陪著柯文哲去跟一些人見面談的記錄 他自己會不會做記錄擺在哪裡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撿北撿對於橘子的角色 跟易子熙聯絡橘子希望橘子回來 那橘子現階段都不講話也沒什麼 那你說一個這樣的家族 杜聰明的後代 家底豐厚 你認為家裡會不會找律師詢問 現在狀況怎麼樣 然後要怎麼處理 如何妥適比較可以回來 又怎麼樣比較妥適的安全 一定問吧 這是有可能的 家底豐厚到這樣 都可以成立兩個信託專戶在那邊管家產的人 你說這個律師不用問一下 而且現階段他還是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的董事 背負著整個家族的名譽 你說他們都不會問一下嗎 應該會吧 如果你堅持不回來 會不會以手頭上的證據足以證明 如果你真的有帶錢出去 而那錢不明或是不法所得 你不回來是可以 他如果把你轉被告 被告通緝四十年 現在三十七歲 四十年後幾歲 然後你整個家族 杜聰明的整個家族 因為你要背這個事 一夫你這個壓力好沉重 不是嗎 他變成扛的是整個家族 杜聰明我相信這幾天大家全國都知道 包括他在醫學上對臺灣影響所有這些 你這樣講 等於現在局勢是整個家族的聲譽 都在他的身上 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董事 動之以情 他現在是第十四屆的董事 你是道德勸說嗎 沒有沒有 第十三屆是他媽媽 他媽媽當董事 第十四屆理論上是 他媽媽不見了 應該是他媽媽交給他嘛 然後 基金會是他們家族裡面杜聰明 整個家族下來的標竿 軍神象徵 然後裡面你是後代是董事 然後背著通緝的罪名 你好厲害 你剛剛那一段話裡面把人家說的 那幾個動之以情 說之以理 威之以事 你全部把它擺進去了 真的嗎 對 我顧慮了這麼前面嗎 可是一夫哥講的是對的 如果橘子沒有這個身份 你覺得他有辦法那麼核心嗎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今天的媒體報導就說 柯媽媽交代的是什麼 所以你說遠房親戚 一定要用 一定要進去 北上念書住他家裡 雖然住他家裡的時候 許子瑜還沒有出身 我比個人那個年齡 還沒有出身 但是跟他家族跟你住那個家 你不會說你不熟吧 當然當然 然後他來當志工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 你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吧 原來你住人家家裡面的小孩來 來當志工 你都不知道 所以柯媽媽才會講說 那個對啊 一定是遠方親戚 而且值得信任 對你就不要騙我說 你都不知道嘛 那你說走到這一步 逃出影員也在 跟企業界破滅也在 拿錢也在 什麼都在 你說檢察官部這個人找回來 要找誰 找許甫嗎 許甫有去拿那麼多錢嗎 許甫最多就是那個 YT的後台的事情 出一下嗎 沒有還有開門 開門嗎 然後你說 你說找其他人有用嗎 就是說知道最多事情 經手最多的人是誰 那邱沛林 邱沛林經手的 大概也應該不只 謝國良一條吧 應該也不只謝國良一條吧 那你說謝國良坦誠 邱沛林都被傳了 邱沛林被問 然後檢察官不會問 這一筆兩百萬 你交給了誰 你有沒有交給誰 一定問的嘛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就是證人而已 我沒有道理 為了你們 然後我沒必要啊 證人偽證罪 因為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拿什麼道理 為了你們大家 我要去做這樣 我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最後沒什麼政治獻金嘛 他不會就這樣 所以你看謝國良 不管有沒有經過掩飾 但是承認啊 有啊 什麼 邱沛林被約談了 你認為邱沛林不會回來 跟謝國良說我被約談了 你那個兩百萬 我都無實講了嗎 現在看起來 因為媒體報導 這一段的時候講說 其實檢方你說啦 檢方辦案 不應該有任何政治的考慮 可是因為要傳的那個過程 又是罷免案 在過程當中 那這麼這麼 吵著這麼沸沸傷傷的時候 所以檢方大概是在 應該會是在罷免案過了以後 搞不好是請假啊 也有可能 因為十一個人都是USB的裡面 一次都約了 然後獨漏謝國良 我覺得謝國良 應該又收到傳票的是請假吧 可是剛才好啦 一夫這麼樣的喊話 不知道舉止有沒有聽到 喊話 或是整個杜聰明家族 有沒有聽到 我再讓你看一次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去年11月15號 那在我們那個專訪裡面 舉止那個畫面 來 我再讓你聽到 我再讓你聽到 我再讓你聽到